是什么使他这么难以理解的简单快乐的生活吗? 为什么我们经常关注我们希望相反的? 我们反思什么给定? 看起来我们的渴望都未实现,转动轮子再无止境地追求。 我们相信一个特殊补品会让我们快乐,但是当我们疯狂地追逐那闪闪发光的新对象,我们花时间享受我们的生活。 大多数的我们曾经生活在我们的梦想或目标,也许你渴望有心爱的孩子,你现在把你自己,或者也许你最深的愿望是做一个房主,你也许希望你最后会找到一份好工作。 然而,当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仍然觉得难以理解,以生活中最好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你认可了慈悲与神奇的五大原则,帮助你过上快乐的生活。 这里有五个方法来进入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神奇和所拥有的感恩。 一、活在当下,要注意的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当你活在当下,你可以完全欣赏所有生活的细节。 早上日出,尿泪的鸣叫,你孩子的微笑,甚至你的食物变得更可口了。 冗长乏味的任务似乎会更有成就感,当你抓住于现在。 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在日常工作和生活,能让你体会到更高效的追求目标。 但要注意是要练习,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帮助你保持精力。 这样的时间,并记住了禅僧格言,当你行走的时候,专心行走,二专一的力量。 我们都听到过这样一句话,纵观历史,哲学家和学者都同意。 真正幸福的人帮助他人,发出能听少有人能够幸运的你,珍惜你现在拥有的更多。 研究显示,利他逐一的行为,释放愉悦的内悲态被称为,帮助他人可以增加寿命,减轻心理压力,改善心理健康。 做善事的人,引起强烈的自我价值和满足感,可以帮助你了解你自己和你的生活中。 3.培养感恩的心态 感恩是一种心态和情绪,使我们能够把生活的希望和积极性,实践的发展能感激的心态,已允许从事方天本身的负担,集中在半马的玻璃。 不是每个人都本能的欣赏,但你能培养一种感恩的心态,与每日的时间,认识到你生命的祝福。 像感恩的习惯,会使你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不沉溺于你的失败。 感谢杂志维持夜间或早晨的练习等,将帮助你保持积极的心态和理解你的生活。 一旦你建立感谢的习惯,培养深厚的生活满意度,减少焦虑和对自己的未来。 4.挑战你的拥抱 没有人是完美的人生 当我们穿过路障颠簸的生活,我们都应对失败。 损失,有时甚至悲剧。 但如果我们常看这些抗争无品格培养的机会,我们会经历巨大的增长过程中,意外的旅途中少走弯路。 最好的方式是找到知足感恩在最困难的生命。 当我们理解和欣赏生活的挑战,一个和平安全的认识,面对不可避免的最终考验中,我们可以忍受,不接受你自己。 你的生活中不只是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接受你自己解除了魔法。 真实的你,庆祝你的独一无爱并且,永远不要和别人比较。 同情自己,发觉内在的动力,每天拿出一点时间来欣赏自己,并认识到你的伟大。 往往我们发现自己疯狂追逐的目标,并规划未来而没有停下来欣赏的愉悦。 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健康、家庭、自由和已经成为常态。 让我们能感受到内心的宁静和平的欣赏身边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生活。 用感恩的心态生活需要时间,还关注当下将会使你更有创造力。 更快乐,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